陳明文的300萬 現在真的是高潮迭起 因為有媒體說 根本就跟我們想像中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之前說的 搞不好全部都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媒體說 其實在陳明文的兒子 去高鐵領這個錢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人搶他之前 先要去領 誰搶著之前去領 說他的形容是一個 矮胖神秘男子 據說他自己先跑到高鐵去 他要取回遺失的行李箱 而且更厲害的就是 他裡頭 行李箱裡頭 鈔票的總額 捆術一清二楚 這個就厲害了 對 連捆術幾捆都知道 那表示就是他捆的嗎 這我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他捆的 我是不知道 但是高鐵為什麼沒有讓他領 你知道嗎 高鐵的帳務員很厲害 他比對了監視器 長相就不一樣 我怎麼能夠把錢給你 原來長相還不一樣 是 這個就神奇了 這怪了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立剛你知道嗎 這個男的不但連捆術都知道 我跟你講 比如說我們這樣一疊鈔票 我們正常的鈔票 上面是不是應該有 這個紙紮的這樣子 對 紮起來才像一疊 那一捆大概就是10萬塊錢 100張 正常是這樣子 可是我跟你講 據說那個行李箱頭的鈔票 他不是這樣捆的 他不是這樣子捆得 整整齊齊的嗎 是 我跟你講 他是用 不是用一般紙紮的東西去捆的 他是另外用一種 另外一種材質去捆的 你說不是這種正常 用鈔票領出來的 這樣一疊的這種捆法 那問題是 可是也是一疊這樣子10萬塊錢 如果不是你親眼看到 你包的或是有人告訴你 請問一下你怎麼知道 這不是用一般的 那我當然不會知道 我怎麼會曉得 是 這猜不到的事情吧 那為什麼這個人會知道 所以有人跟他講 還是有人叫他去領 這個事情就奇怪了你知道 奇怪在哪裡 這個看起來搞不好 根本就不是掉了 這錢不是掉了 而是這個是不是本來是在高鐵上 準備做一場交易 所以也就是說 像龍蓋生之前所講的 某人在某站上車 但是陳明威上車之後 剛好那皮箱 就已經在那裡了嗎 是不是這個錢 就故意要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要等這個人去領 結果這個人 不知道擺了什麼烏龍 不知道是車沒趕上 還是塞車遲到 不曉得 他沒有領到這個錢 所以後來才跑到高鐵那邊 去要這個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事情就真的大條 這個不是他掉錢 變成一場交易 這還得了 那可就不得了 有什麼東西必須要拿現金出來 在高鐵上交易 300萬 不曉得錢 這筆錢到底是要幹什麼的 問題疑點就越來越多了 第一個 你知道 我跟你講 高鐵第一時間 表示你有監視器 你的照務人員 都可以比對監視器畫面 表示你有監視器畫面 可以公布 為什麼後來不公布了 到現在也沒公布 因為是陳明威 明文規定的關係 所以不能公布嗎 那個江耀忠連去立法院 回答都說你自己看報告 我不想跟你講 不就一副這樣子 囂張又狂妄 為什麼這監視器 不能公布給我們看 再來 我跟你講 陳明文從頭到尾 對這個錢的來源 怎麼來來去去 就講得不清不楚 大家記得的話 9月3號調查 9月5號陳明文出來 他說錢是他老婆分次提領 單據都在牛皮紙袋裡頭 結果後來又翻口供了 他說不好意思 這300萬提領的戶頭 是陳大姐的兒子 那錢到底是誰的 錢到底怎麼提來的 這個錢到底是要幹什麼的 帳戶誰的 你有沒有申報 這錢到底是屬於誰的 這不是從頭到尾 越弄越大條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去解釋 前言不照後語 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徹查 全民永遠不會心服口服 一定要讓他查出個水落石出出來 但問題來了 另外一個案子也是同樣好笑 7月22號的時候 實驗案爆發了 7月26號四天之後 總統府發言黃崇燕跳出來講說 絕對沒有總統府國安會 證務基要人員涉入 好 你講的 你說的 這都有錄影為證 這不是我說的 9月25號兩個月之後 小英女孩林加入 買了37條煙 被罰了4萬5千塊 這表示 連行政單位都證明 他確實有買這37條煙 他是什麼 總統府之意 對 那是總統府的人 他不是總統府的人嗎 那你之前黃崇燕講的話 黃崇燕 這個不是叫道歉 黃崇燕你要不要下台 對 是 總統府 你是不是擺明說謊 而且我跟你講 今天還查出來 連外交部都有人買這個煙 外交部都有 是 請問一下 這到底怎麼回事 整個總統府 你是不是要出來解釋 然後總統 自己本身要不要出來道歉 陳菊你要不要出來面對 你躲了多久 到現在對這個事情 你從來就不出來面對 但是問題是 他們現在沒空管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用更多的高雄的新聞 去想辦法去塞 把這個300萬蓋掉 把這個私閻案蓋掉 把所有不利他們新聞全部蓋掉 有 我們看到 陳明文這一卡皮箱 300萬的案子 我們本以為在蔡政府的 明文規定之下 可能沒有下文了 但是今天沒想到 居然一個爆料出來了 有名男子搶在陳明文的兒子 去領這個皮箱之前 就已經到了那裡了 而且連皮箱裡面的這些錢 怎麼樣的綁法 怎麼樣的包法 用了什麼樣的材質 他完全都撩弱執掌 結果現在這個事情 可真的是大條了 這300萬究竟是要給誰的 又有誰膽子這麼大 都已經被高鐵收走的東西 又派人去把他領回來 看來這個本人 他本人不是親屬 他也還敢去領 我這樣講好了 所有的法律碰到民進黨 全部轉彎 從陳明文的300萬 我們再看實驗案 通通轉彎 為什麼通通都辦不下去 陳明文他還到民進黨的 連政會去報告 他說沒有成案的必要 好 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過去都討論太多了 我現在分階段的 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我採訪的心得 我想請問一下 金管會你憑什麼說 我們在質疑 陳明文300萬的時候 金管會他曾經講了 他說我們無法得知 金錢的來源 我想問陳明文委員 你在菲律賓到底有沒有投資 我上次講過一次 我這次我在講 你在菲律賓究竟有沒有投資 不是那你兒子投資 你投資的對象是誰 那些人有沒有回饋你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要知道 這個金錢的流向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陳明文現在講 他這個300萬 那也不是他的 是他向他姐姐的兒子 借來借給他的小兒子的 有那麼奇怪嗎 你陳明文會沒有300萬嗎 好 這個是第二個疑點 那第三個疑點 蔡幣中的說 這個是一個特殊性的什麼什麼 我們昨天講過了 我也不講了 那我現在 我就把整個案子 把它給兜起來看 就是說車上交易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金錢的來源 陳明文截至目前為止沒有講他的金錢來源 你有金錢來源才可能提這300萬到處走 你沒有錢那你憑什麼提 提皮翔到處走 對 然後第二個 你到了高鐵站你要跟誰交易 那第三個那個人沒有拿 你陳明文那也沒有拿 奇怪了 就是說知道內勤的想要去拿是高鐵不讓他拿 為什麼陳明文的兒子可以拿 那你告訴我 就是說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從金錢的來源 從事發的過程到提領的過程 截至目前為止 陳明文他到現在他還是沒有講清楚 但是就我查證的結果 陳明文 明文規定的確是在菲律賓是有一筆投資 那這一筆投資我也知道賺了一點錢 那這一筆錢是怎麼回到台灣 是不是回到他姐姐的戶頭 或者是他姐姐兒子的戶頭 陳明文一直講 說這些錢是他太太拿出來的 好 現在又來一個姐姐 又來一個兒子 那這一筆錢究竟是不是洗錢 蔡皮總講這不是洗錢 我現在要求金管會 法務部 還有洗錢防治中心 去查陳明文金錢的來源 等到你金錢來源你搞清楚以後 你後半段就很清楚了 現在他們是用具憲法 我只談我這個錢怎麼提領的錯 應該從金錢的來源開始查到底 因為這裡面的的確確 是有很多的內情是我們不知道的 是 但惠玲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陳菊的六小福在這 高雄市議會這兩天 他們用了三步驟 第一個就是打韓 第二個 黑韓家軍 第三個就要掩護陳明文的300萬 跟包含這小英女孩的37條煙了 可是沒有想到居然陳明文 今天這個案子當中 居然有大的突破性的一個爆料出來 但是這個爆料現在這時候 在綠媒跟前媒的掩護之下 他們想盡辦法 就連民進黨的這些議員們 去幹掉小老百姓這些事情 都趕快軒然擴大 但是在現在這時候 看到蔡政府他們要做的方法 就是讓陳明文的300萬 跟小英女孩37條煙 神秘消失 所以我們看到高雄市議會 跟立法院這幾天的表現 我真的覺得很感慨 就是說你看到民進黨那些 中央級的官員 是面對立法委員的質詢 他態度是多麼的囂張 蠻憨 他根本沒有把老百姓放在眼裡 你去問問全台灣的老百姓 哪一個人不想知道 這個300萬的事情 可是他們 全部人都想知道 全部人都想知道 可是他就可以用那種傲慢的方式 來包裝他們的 我可以明明白白講 這已經是非常疑似犯罪 你的講話前言都不上後語 對不對 就像有華哥講的 剛開始不是說 分很多銀行帳戶提領嗎 分批提領的 分批提領的 好 這個蔡避重 他避重就輕 就說因為分批提領的 所以每一批只要低於多少 50萬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合法的 好 現在說都是職子的錢 都是職子的錢 職子也是分開很多賬戶提領的嗎 你們家人都這麼奇怪嗎 做事情都要這麼鬼鬼祟祟祟嗎 如果只是要借給你的表哥 還是堂哥的錢 你需要去分批提領 如果不是分批提領 難道不該查 不該報嗎 你弄了那麼多錢出來 哪一個銀行會不問你 我想問今天顧力雄 如果今天提300萬的這個人 不叫做陳明文 是國民黨的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金管會還會說沒有辦法查嗎 所以你們擺明了 你們這幾天在高雄市議會的表現 真的是高雄市議會 歷史上非常黑暗的時期 為什麼 因為你們質詢韓國瑜的態度 跟你們以前包庇花媽的態度 跟你們中央官員那種傲慢的嘴臉 充分的說明 就是今天你們就是要用黑韓的方式 來包庇你們所有這些 見不得人的事件 同樣的 小英女孩的事件也是一樣 這個分批飛機場上 有18個人都領了免稅煙 我就要問你這37條煙 跟著18條煙免稅煙有什麼關係 人家有一個記者拿了三條 就已經被違法 被報了 因為他是走正常的通關的 通關的這個走道 你有沒有走 37條煙 你走的是正常通關走道嗎 恐怕不是 你當然不是走這個走道 如果你不是的話 請問你不是走私是什麼東西 你蔡英文還敢出來 繼續幫他切割 也許就是因為 他是你重要的文膽 你不得不去包庇他 而且如果你不包庇他 接下來下一個要問的 馬上就是陳菊 因為陳菊當時是說 全部都是國安人員 這些我管不到 所以沒有任何機要 現在請問有沒有機要 有機要了 有機要 而且還總統府裡的人 沒錯 陳菊繼續神隱在後面 繼續用非常傲慢的態度 對付老百姓 我們看到現在情侶的媒體人 已經告發著 陳明威涉嫌洗錢 但法務部次長蔡壁忠就指出 這個款項的部分是分次提領 而且每一次的金額 都未超過50萬 所以依法來說 是不用來做申報的 但是在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看來這陳大委員 好像還是沒有說清楚 錢從哪裡來的吧 處長蔡壁忠說什麼 如果說 該筆款項分次提領 每一次房子沒超過50萬 依法不用申報 你怎麼知道 依法提領沒超過50萬的這些錢 是現在這家伯父裡面的30萬 約300萬是這些錢 不是 伯父裡面有300萬 貪他分次去提領多少錢 這樣有關係 有直接關係嗎 好像聽起來沒有直接關係 你說小偉 專黨員都知道 這個時候賣錢買就騎出來 讓人家我就跟你嫌疑了 各位市長 你們現在看這個節目 你就很清楚 這家伯父是哪裡做車的 當面問 立委 你是對嘉義站做車對不對 做車時有冬皮操嗎 沒人知道 現在是沒人知道 冬皮操如果有另外的人 對台南做車 還是對高雄做車 冬皮操起來 來 你是在嘉義做車 結果這個人 若是在特洪 下車 下車時沒冬皮操 這家伯父對你起來到台北 你到台北下車 伯父還不記得看 從我樓在高梯 現在說這裡的 高梯 所以高梯 有減少期 很清楚 我今天要來六星 我平常要坐到台北 我今天坐到哪裡 坐到南港 終點站 是 要下車的時候 我想說 我總是跑到12車上 走回來 我就一個車上 一個車上 有時候算一下 我已經到 終點站 我這樣走 別想撿箱子 我看那邊有四五個 有時候從第一車上走 也在算 現在坐高梯 大家到時候都會 沒有下車 都先算一下 你看看 所以這社會新聞 隔梯現在是順著人家 所以你要照 國庆說的 隔梯是有頂俗的 對 有頂俗的 我媽媽在隔梯搬的東西 隔梯的服務開始說不錯 他會照顧 他會照顧 他眼光 眼光 眼光 去不是公道 你拿走 我說我覺得 拿正經給你看 他會把你放在 服務台 有一個 偽心的地方 他會叫你 所以說明你在那裡 你在裡面什麼 有什麼文件 有隔梯 要吃東西 你籤修一下 所以这些钱 到底是 单立委 做会 买车 买车 不去看 那就是有第三车 买买车 后 他买车 不去看 这都不跟我们说 你现在怎么 用去说 这钱 一半会领 四十万五十万以下 不用申报 我说不知道 领四十万五十万以下 不用申报 我问你 这钱跟 申报 买车的钱 有同样吗 没人知道 我们不是叫你改成这个 拿出政策 这些是 对你买车的钱 买车是 这钱 买车是 说这钱 是人要去 给英文 政治现金 拜托你管 你不记得 不是要给你 政治现金 你总要下车 下车后 我说 拜托一条钱 要给买总统 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 串川总统 也要出来说得清楚 你现在 大阿嬷 含着 没有 那要给我们儿子 我今天又二百天 我买到菲律宾 要做珍珠奶茶 年车的 我都知道 我说 你给我了解一下 有的你之前 珍珠奶茶 它不是一个 倒兵起来 刚才一个 佛陀 佛陀的头 有的一个 最好没很清 那珍奶 珍珠在里面 刚才像佛陀 对 佛陀 所以印度 那不是空气 说这样不可以 菲律宾这些 我问我说 你们有帮我台湾 这个丹神圣娘合作 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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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来 他说 他说要买东西 什么有多少 什么有多少 我就要来账 他们问做生理 账买东西 他还账给我们 这是 有这么好的台湾 我看过 所以不用七公八不对 这样倒不清楚 坦白状宽 性质交代 这样就好了 有钱是你们家的事情 因为怎么 你们碰到百八万的 也不用报警 报警 拍出报道 不是钱碰他 碰到三百万 你如果感觉没什么 跟六千月 一来一去都没什么 你对我们这样的艰苦人 你们没得到重心比心 谢谢大家